大家都知道,電腦運作的時候會產生熱量 由於散熱不良會很影響硬件的性能,甚至乎壽命 所以絕對不可以小看散熱 我們今天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不同的風冷和水冷散熱器 電腦用的散熱通常都是分水冷和風冷兩種 顧名思義,風冷就是利用風流去帶走熱能 但其實兩種散熱方法都需要用風扇去吹走熱力 不過我們現在就首先講一下風冷 風冷都有分不同類別 例如下吹色,單塔散,雙塔散等等 原理就是透過散熱器的底部接觸核心 然後將熱傳送到散熱期片那裏 再由風扇從期片那裏吹走熱力 相信下吹色的散熱器對於大家來說都不會陌生 因為Intel和AMD的原廠散熱風扇都是屬於下吹色 由於用家已經不用再額外買散熱器的關係 所以他們是最多人使用的款式 這類的散熱器通常只是滿足到一些基本的散熱要求 價錢上都很便宜 淘寶上這些散熱風扇可能只需要十多元一個 而且還可以順便吹走CPU附近的零件的熱力 所以很多人都會使用這種散熱器 因為下吹色的散熱器體積通常都比較小 除了普通電腦有人用之外 ITX這類型的小型電腦都很多人會選用下吹色的散熱器 如果用家選擇自己額外買一個散熱器的話 斑塔散就是最多人選擇的款式 比起下吹色的散熱器 這種多了一些導熱管 令熱會由底部由導熱管傳送到散熱期片 然後再由風扇吹走 比起水冷它的價錢相對都便宜一些 但同時亦都有一定的散熱能力 而且它的風向和下吹色不同 令整個機箱的風度可以更好 可以滿足到大部分人的需要 最後雙塔散的散熱面積比較大 和可以安裝更多的風扇去增加風力 令它的散熱能力更加好 甚至可以給得上高級的水冷 不過它的壞處就是很重 和體積比較大 會佔用比較多的機箱空間 並不是所有機箱都可以裝得下雙塔散的 而水冷就會利用水去帶走熱能 無論是我現在手上拿著這種一體式的水冷 又或者自早水冷都好 和風冷不同的是 水冷的冷球和散熱期片之間 不是用導熱管 而是用水管去做全熱的 熱力傳入散熱器的底部之後 就會以水帶走去冷排 然後再用風扇去吹走熱能 令到水冷液可以冷卻 然後再重複帶走熱能 達至散熱效果 而自早水冷的自由度 就比起一體水的更加大 可以為不同的零件裝上水冷之餘 散熱效能也會比一體式水冷更加好 但是需要技術和安裝補向的時間也會較多 通常水冷都會適合一些對電腦外觀和性能 有一定要求的用家 又或者用在一些發熱量比較大的電腦上面 例如你用中i7-8700K 再加上1080TI的話 用水冷絕對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今天我們的散熱器介紹就到這裡 喜歡這條短片的記得按個like 有什麼意見歡迎在下面留言 最後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 以及加入我們的Facebook討論區 我是飛馬電腦的Matthew 我們下次再見了 拜拜 下日熱熱到人都傻 人都熱到傻 何況這部電腦呢 不行這個